挺着八个月大的肚子 对于开车 买菜 煮饭到照顾孩子 一点都难不倒李小柔 这是她的第二胎 也是素宝宝 在我还没怀孕之前 就有听到一个 任医会医师Dr.Eddy的一个分享 就是现在的肉类跟以前其实很不一样了 然后营养价值方面 肉类有的营养 其实在植物那里也是可以找到代替品的 那时候就开始有想要吃蔬食这样子 就是上网或者是比如说上一些课程 好像任医会的一些营养课程 他们都会教植物类的代替品 我现在胎里素跟我之前第一胎吃肉的 是没有说有分别 也是没有说缺乏什么东西 一切都营养方面都很正常了 选择在怀孕期间如素的决定 虽然获得先生支持 却也难免听到反对声音 他选择就是这一胎要吃蔬的话 我也是赞同的 因为毕竟素食你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吸引营养 他们老一辈可能对素食方面可能没有什么了解 多多少少也会反对 部分人士认为卢树呢会骨骼不够钙制 然后骨骼没有那么健全 其实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高钙的那个植物 那我们这里呢 我们也能够从这里呢 能够摄取足够的钙制 而不会导致我们的骨骼或者这些发展的不健全 它的整个头骨都是盖完了 就是感觉骨骼会比较健康 了解各种食物属性 孕妇如素也能让肚子里的宝宝吸收足够的营养 健康成长 这一道道的素食月子餐看得垂涎三尺 全是出自培岳父何连英的巧手 素食培岳很没有人做 很少人做 所以我就做素食培岳 我问题就是要鼓励那些人更多的吃素 我们做月子 如果是吃清淡来讲 我们那个毒素就不会这样多 从事培岳父已经有24年的何连英 用心构思多种素食月子餐 阿姨会根据我们产后需要补的营养 然后烹饪给我们 阿姨她煮方面都很合胃口 就每一餐都吃得很开心 然后吃得很饱 素食月子餐讲求色香味俱全以外 也要注意营养成分 孕妇们尽量地可以从我们热肠的膳食之中 摄取这个铁质的来源 颜色黑色的就是比较高铁质 比如说我们讲的木耳 就是我们的黑豆 红豆 新人和桃 芝麻 这些都是很好的盖质 素食月子餐营养不缺失 还能改善体质 上一台培月的时候 浑食的培月 我有一些便秘的问题 然后这台 这次的素食培月 每一天上大号都很素 感受到身体不会有负担 俗话说月子做得好 于是无烦恼 只要摄取均衡营养 靠素食也可以舒适地做好月子 大约新闻李婉俊 林仁俊 罗国聪 张志量 马来西亚学兰鹅报道 大约新闻